父子除了吃 你可能确实家里没什么好玩的 他除了吃 他也没有别的爱好 别的就是睡觉 求求求求求求求 哎哎哎 等会儿逗逗你 平时直接给他了 今天为了拍 拍视频的效果逗他去 看啊 他叼走辣 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吃 跑呀跑呀跑呀 这里安全这里吃 一边吃一边插 你看刚刚多逗他一会儿了 我刚刚把三体第一卷掺完了 也可能是因为今天喝茶 喝水太多了 我有点恶心 我快水中毒了 不想喝了 还有一壶茶 还有最后一壶茶喝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一天至少快喝了两瘦水了 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大型的 人形的玻璃器 这种时候就有两种极端 一种呢 就是我的身体留住了这个溶液中好的部分 然后排出就是尿出了那些糟粕 那还有另一端呢 就是我身体是一个作滤的 我滤出了真正的东西 其实这种两种想法还挺好玩的 只能看这种科幻的东西 脑子里就容易胡思乱想 是的 胡思乱想 总觉得会 说是可能人类其实是 做的一切的毁灭 都是对于另一种 物质的 拯救 就假如把人类局限到一小 一小部分 就是一个局限的区域内 然后一个平面的区域 那么下面的那个 比如说黑土地 它就需要人类 通过人类这个身体过滤 无论是身体还是思想 过滤出来的那些能量 那些东西 那些物质 我不太会说了 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给人类洗白的想法 人类做的所有的事情 或者说最大部分 恶的事情 其实是在拯救这个世界 拯救这个宇宙 至少这样想会让我觉得舒服很多 不然如果我像里面的那个 三体盘军去想的话 那我应该先把自己毁灭掉 但是呢 我又不是里面那种 所谓的能够 有私者去玩三体游戏 并且被吸纳进高层的这种社会精英 那我肯定是 不管四百万四百年之后的后代怎么样 那我是要 保证我和我的上级代人的存活的 想到那些脱头胸的笑话 就是说人家那个传承 是从上往下传 到我这儿呢 是从下往上传 直接就跨界了 就跨了生死界了 但我快吃完了 就是脑子里面突然 有了这么以着作虑的 两个极端的概念上的想法 也有电影表示过这种东西 但我忘了叫什么了 就是那个富人吃完了东西 拉了之后 去做成穷人的食物 这样子 看三体一就只有四百页 然后我今天就看完了 其实之前也看不 开始看不 尝试开始几次 都没有进行下去 因为 晦涩难度 他一开始是在讲文哲 我就不感兴趣 吃完了 他要不再找我玩了 或者会 然后我看三体二有七百多页 今天肯定是看不完了 那就 明后天不仅也没时间看 小宝宝贝吃完了 大家吃了不到五分钟吧 啥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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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就疼啊 啥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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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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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